音樂 哈囉 各位電玩雜速配觀眾大家好 我是小編陳小劍 又到了每週電影推薦的時間啦 那我們今天一樣也會送出電影票 所以請你一定要看到最後喔 大概在過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也就是下個月的二十四號 交舉行第九十一屆奧斯卡頒獎典禮了 除了目前已經公佈的入圍名單之外 最大的新聞就是 到現在還找不到主持人 所以到底到時候會不會開天窗呢 以及最後大獎會獎落誰家 相信都是大家接下來會非常關注的焦點 其實明年在頒獎季的前後 都會有一些得獎呼聲很高的作品在台灣上映 我們這個禮拜要介紹的四部電影 就有兩部在金球獎已經受到肯定了 另外一部是在農曆、寒假、春節、賀歲檔期上映的寒單 以及我們今天要送出電影票的驚濤布局 都是值得一看的佳作喔 正月十五這天 肉身寒單阿易站在神教上 威風凜凜接受信徒的鞭炮轟炸 忽然間 成堆的炸藥被引爆 震耳欲聾 尖叫聲不斷 阿易女友萱萱在這場意外中身亡 也讓她從此一蹶不振 飛入無底神淵 鄭坤放棄成為教室的機會 只為了將阿易從地獄深淵拉回 兩人甚至下學為懵 一起經營回收場 過著刻苦的生活 然而就在當年真相曝光之後 一切都變得掉 北天燈 南風跑 炸寒單 是台灣農曆春節三大活動 除了天燈這個元素 經常在電影中出現 至今人沒有一部電影 真的聚焦在這三個傳統民宿活動 而在今年賀翠檔期 以大喜鄰門 大調哥 獲得票房夾擊的黃朝亮導演 又要讓他獨特的在地觀點 打來一個最接地氣的故事 將台東特有的元宵文化奇俗 炸寒單首度搬上大螢幕 自從最憎夢死 酒店男公關一角 獲得金馬獎最佳男配角提名後 鄭仁碩從此新路打開 去年主演的角頭二 王者再起 不但讓他再度獲得金馬獎提名 開篇也在農曆春節 開出破譯票房好成績 他主演的人面魚 紅衣小女孩外傳 目前票房也突破七千萬 鄭仁碩成為新一代國片男神 衍然成心 當然 這次還有味氣突破的偶像劇一哥 胡與威 同場飆戲 以及資深硬底子演員 楊貴妹 陳柏正的人加入 演員素質是整齊強大 非常值得期待 此外 電影全場總共七百多顆鏡頭 特效鏡頭就高達三百顆 相信會是一部非典型的賀歲片 也期許能為台灣電影在線高潮 18世紀初的大不列丁王國 身處於法國綿延不絕的戰火之中 在這個動盪不安的時代 虛弱的安妮女王一舉登上了王位 然而 在這位體弱多病 且性格怪力多變的女王背後 真正打理國家政務的 是她的閨蜜 莎拉夫人 一天 一位新的女士從 艾必嘉 來到了她們的生活之中 她的靈巧聰穎 成功吸引了莎拉夫人 並將她納入麾下 殊不知 這位充滿野心的女士從 將掀起一連串的神謀鬥爭 這部被譽為中古歐洲 沿喜攻略的真寵 英文聘名其實是the favorite 翻譯成真寵 其實是真寵的諧音 片上的精心安排 真的要大大給個讚 其實女閨蜜甘贈這種題材 現在也不少見啊 前任男人總統普錦慧 就是最血淋淋的例子 真寵在今年金球獎 一共獲得五項提名 女主角奧利維亞科爾曼 除了得到喜劇類最佳女主角 去連威尼斯影展 也獲得最佳女演員殊榮 想當而耳 肯定也是紀念奧斯卡大熱門 電影中另外兩個女演員 也是大有來頭 分別是以《越來越愛你》 夺下奧斯卡影后的愛瑪史東 和以《遺暈殺雞》 夺下奧斯卡最佳女配獎 且以《神鬼傳奇》系列 文明國際的瑞秋懷茲 三位演技高超的女演員 即將上演一場 你死我活互不相讓的公斗大戲 怎麼能不期待呢? 這真可憐 有時有女人喜歡玩樂 對 有些人在這裡叫 但醫師 幸福綠皮書改編自真人真事 描述60年代知名非裔美籍黑人鋼琴家 唐薛莉 和他僱用的意大利裔司機兼保鏢 東尼利普 一起到美國深南部巡迴演出的故事 原本互看不順眼的兩人 最後漸漸放下對彼此的偏見 發展出一段超越種族 膚色 階級 和社會繁離的動人友誼 電影以喜劇基調 拍出兩位主角超越 膚色和階級的友情 揮諧而不失嚴謹地處理種族議題 是全片最精彩的亮點 英文片名 Green Book 原自20世紀60年代 美國一本專為黑人出版的綠皮書 這是一本記載全美各地黑人友善場所 想吃餐廳 飯店 教育站等地的書籍 雖然有美國困擾的三大問題 不壞乎恐怖攻擊 槍支議題 以及多年來看似改善 其實並未根除了黑白種族問題 於是 這種琢磨在美國黑人與白人衝突的電影 方心未愛幾乎成為一種血學 像是姊妹 關鍵少數 逃出絕命陣 黑豹 月光下的藍色男孩 這些電影或多或少 都點出了這個問題 要說幸福綠皮書最特別之處 就是它用喜劇片的形式 來傳出這個可能略顯嚴肅的議題 讓觀眾可以更輕鬆接待影片的觀點 進而有所反思 這部電影已經拿下今年金球獎 音樂及喜劇類最佳影片等四項大獎 也是今年最大贏家 即將舉辦的奧斯卡頒獎典禮 一向被視為獨厚凡人演員 幸福綠皮書能否一舉突圍 絕對是今年必看亮點之一 金套布局是由兩位奧斯卡獎得主 馬修麥康納跟安海瑟薇 繼《星際效應》之後的再度合作 上次兩個人是同事關係 這次曾成了怨偶 馬修麥康納在影片中 飾演一名低調長針在加勒比海上 小島的一個漁船的船夫 他的過去跟他的身份都像是一團迷霧 也沒有人知道要長針在這裡的目的 某一天飾演他前妻的安海瑟薇 找上了他並且提出了一個協議 他希望他能夠幫他謀殺 現任多金的丈夫 這也讓他過去的身份 跟黑暗的歷史 逐步被揭曉 然而事件真相並不如表現單純 他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一步步 掉入了一個深不可測的陷阱呢 而他究竟能不能夠擺脫這些暗黑宿命的糾纏 並且揭開這一切迷霧背後的真相呢 金濤布局的劇情設定跟控制其實非常相似 都是在講一對夫妻呢 充滿算計耳與我詐的一個故事 所以這種快節奏的緊張氣氛 跟不斷翻轉的劇情 都是喜歡燒腦片的觀眾 絕對不能夠錯過的 那當然他除了驚悚跟懸疑的部分之外 他其實也帶了一點性感跟浪漫 所以呢在寒假這個期間 也會是非常非常棒的約會電影的首選喔 那接下來就讓我們來看一下 金濤布局的精彩預告 全民眾知道 Colbe一下 大家自己說 所有人都知道所有人 而不是 沒有人知道事情 不知道 第十字幕 沒有人知道任何人 今天是日子 我可以感受到他这次 我可以感受到他 好见到你,John 很久不见到你 你说 你说我不是叫John anymore 那是有趣的 那你想找我 我的男生 他从前面上看你的目 你对他 他在跟他 他在喊你 他在喊你 只要美 所以是一种厉害 你知道他在喊你 要脑上 车面上码 快去找你 他们都说喊你 他们说她来向你 道说你 这就是这个内容 是正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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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Dillow in Plymouth Everybody knows everything I've got kind of a big day tomorrow I know all about your big day Feels like everybody knows something I don't How do you explain that? Dill, will you have yourself a good day now And do what's right, okay? Yeah! He needs to deliver me from temptation Are you going to take him out? You're not right in your mind My wife says you're being a little difficult There's something wrong You're not telling me what this is all about Sometimes we do bad things for good reasons You're not telling me what's right in your mind You're not telling me what's right in your mind You're not telling me what's right in your mind You're not telling me what's right in your mind 看完了京濤布局的精彩預告之後呢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來公佈贈票的方式了 只要你在電玩宅宅配的粉絲團找到自己的影片 那要先幫我們分享影片喔 然後在影片的下面留言 我要看京濤布局 那我們就會從這些留言裡面抽出得獎者 把電影票送給你 好 那以上就是這一週的本週電影推薦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